欢迎大家回到澳门丁台EP292 今集又是听众的投稿 主题是松上满都不吃 因为是男士主投稿 读之前先邀请大家给个赞 谢谢 还有YouTube朋友可以订阅我们 暗闹钟就在身边立刻通知你 Apple Podcast 10可以给个五星好评 我们Spotify一样都可以给个 我不知道Spotify有没有五星好评 总之给个好评我们 或者关注我们 还有B站听可以一键三面和关注我们 谢谢 还有左下方有一个IG平台和微博平台 可以给你们看投稿和投稿 下方说明欄就会有连结 还有什么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 还有B站的朋友 很谢谢你帮我们充电 现在已经有92个观众 给我们充电 谢谢你们 在YouTube的朋友 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些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多谢你的支持 是的 事不宜迟 马上来今天这篇投稿 事主是一位男生 32岁的 他就说 三位主持人好 我都有关注你们 几个月时间 听了大概都有100多集 觉得你们的电台很有趣 每天上班下班都会听一集 现在都想分享一下我以前的感情试 自认为也是一个不错 热度都还可以的投稿 希望可以为你们带来高播放量 废话不多 立即进入正题 这件事都发生了六年前 当时我还是一个纯情的狠狠 看见女生都怕丑 不敢直视那种 读书时期未拍过拖 经常都摘在家里打机 当时很流行QQ裙 我就在QQ裙认识了一个女生 她是四川人 是广东定居 记得好像是1999年左右 她平时在QQ空间 发这些日常的自拍照 皮肤很白 车头灯很大 纯情按钩仔是不会说这些东西 纯情按钩仔也可以很可爱 是黄色的 纯情按钩仔 车头灯很大 看照片就有些以上 顏值就中规中矩 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然后识迷心笑地找对方私聊聊天 具体聊天内容就不太记得了 反正都是当朋友聊天 那时也不会追求 更加不会曖昧地聊天 所以都是通过聊天 聊到关系不错 再约出来见面 正好那个女生来我家也不算太远 在旁边的城市 坐轻轨一个小时也可以到 所以聊了大概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约出来见面 看看可不可以进一步发展 我对当日的印象很深刻 约了她在一个楼盘销售部等 第一次听到有些楼盘销售部等一个女生 再看一下地点是她定的 再看一下地点是她定的 还有地点是她定的 即是买楼呢 那女生定的 好像说她在那边做物业工作 我一邊玩手機一邊等她 終於看到一個同樣是玩手機 而且是東張西望的女生在旁邊 我知道是她了 你不是看樣子認得她 即是你不是說一些記號 我今天穿粉紅色的外套 我以為是穿衣服的口袋插著玫瑰花 通常我約出來看網上那些 都會問她穿什麼衣服 就是比較方便 如果見到穿什麼衣服 你跟女兒說我今天穿黑色的內褲 你記得過來看一看 女兒如果說我穿粉紅色衣服 看到太過巨型的話 我可能離遠就走得很壞 這些網上見面的人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去遠距離看一看 遠距離看一看 他真的純情的 對 總之看到她的旁邊 知道是她 剩下只有驚嚇 如何驚嚇呢 如果不是我個人認人比較厲害 差點都認不出她 除了五官和對車頭燈 沒有一樣是相似的 我大概形容一下 身高大概是一米五五 樣貌都算是中下味道醜的程度 皮膚類似奧巴馬 奧巴馬是黑人 奧巴馬是一任美國總統 是黑人 以防大家不知道 頭髮亂得像著巢一樣 還帶著一隻流浪貓的貓仔過來 你想問 你怎麼認得到牠 你怎麼認得到牠 貓是不可以無緣無故帶出街 還是牠無緣無故是個 流浪貓 可能剛巧撿下牛牛 很奇怪 穿得比較肚 比較好 比較貓的意思 個人整體比較肥 估計都是100斤左右 嘩 是否比我重重 嘩 你200斤 好像是 很抱歉 反正被人感覺很骯髒 很尷尬 兩個人坐在這裏 隨便聊了一會 他很害臭地 經常看手機 最後逗留了半小時 半小時 五分鐘 我都離開 很尷尬 五分鐘就離開 沒有藉口 你坐輕軌 去城市一個小時 五分鐘就離開 一坐下來 當地水療 坐下來就說 我肚子痛 先去廁所 離開訊息 只可以說比較失望 回去之後 對方聊天 反而更加熱情 對方覺得他OK 應該 對 應該 我雖然覺得他外表不滿意 但又想吃別人 心裡想 就覺得 關了燈也一樣 連這麼熟 對方 鳳姐也可以當成張拍姿 所以 一直在QQ上聯繫 後面大家約出來一次 去動物圓玩 第二次出來 明顯這次 又特意穿得好看 不過沒有化妝 應該是不會化妝吧 這次去遊樂場 我居然發現他 很主動地 翹了手臂 不過沒有頂到對車樓燈 有點可惜 我又比較害羞 那你自己手頂一頂 可以嗎 那又有些 怕他踩火 我真的要報警 我真的要報警 我扔你去餵獅子 對 頂一頂 不過有時候 當然我也有不小心頂一頂的經驗 但是不小心歸不小心 你故意歸故意 我覺得是女生感覺到的 但我覺得這個女生 就算你故意 應該她也不介意 你故意頂她 她又覺得 她是不是性暗示我 太好了 她終於頂我了 我覺得這個女生是不介意的 應該就是 你去警署 你不要怪我 後面大家 現在沒有頂到車頭燈 有些可惜 我又比較害羞 不敢抱著對方 可能是踏肩膀 或者是抱腰 走的時候 不過忍著忍著忍著 聞到她身上 好像有一陣子很奇怪的臭味 不過因為室外活動 所以就以為是動物園的氣味 這樣很平淡 結束了這次的約會 雖然她很主動 但也是對她沒有興趣 連她拖手 連拖她的手也不想拖 後面雖然也有聊天 但我也少了找她談 反而是她很主動找我 我以為和她慢慢冷淡遠離 結果發生了一件很奇葩的事 她過了一個月後 突然說過來我的城市玩 約了一個朋友 叫我出來陪她 我出來後 我對她沒有興趣 但又發神經地陪她出來 對方是一對情侶 我們去了KTV唱K 玩了一個下午 期間也是那個女生主動 那個女生主動拖我手 反而是拖手 等下你是和情侶出來 即是她的朋友是一對情侶 是否這個意思 即是送四個人出來玩 一個是市主 一個是那條女 和一對情侶 OK 那女生主動拖她手 我沒有回應給她 然後我發現 上次約會聞到的氣味 居然是她身上 我要形容就是那種發臭的食物的味道 很難頂 那臭壺我聞過 但是被聞過這麼難聞 我就在一個惡臭的環境 度過了一個下午 她的朋友 就載我們回去的時候 才搞笑 說誰在我載的冷氣那裡 拖我督屎 那些真朋友 然後整個車人就啞口無言 接著那個女生就打算 就響到過夜 第二天再回去 我就知道機會來了 機甚麼會 你這麼臭你都來了 機甚麼會 我講不到話 不是開玩笑 等一下 如果你們是這樣 不要問我 我不想想像 那不問你問就拿吧 好的 你們遇到這種情況 你會不會覺得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沒有 殺死她的機會 她的機會就是破處 是甚麼意思 人呢 她的一個極限 色色的一個極限 甚麼都不理會 夢頭入壞 就是豬扒當雕蟬 坐那麼久去監 有得吵架 然後就 塞住鼻子也吵架 塞住鼻子也吵架 塞住大口罩 但你明白嗎 如果是一個高速的有氧運動 很需要氧氣 你塞住鼻子 會死掉 你有沒有試過用口頭氣 嘩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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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跑步的時候 你也會用口頭氣 有時 因為氧氣不夠 還有這個事主 前段已經說了 她要關燈 加上她要塞鼻子 她五官已經塞住了二官 那她的三官靜不靜 但我相信她應該不會舔 因為這麼臭 三官已經失去了 還有兩官 還有這個聽角可以玩 還有這個觸覺 我覺得聽角的觸覺應該也夠她玩 應該很邪 應該可以的 於是我就幫她開了房間 然後一起進去 她也很懂得做 立即洗澡 我心想洗完澡應該不會臭吧 等了大概十分鐘 很緊張 等到她出來 發現她也是穿著原來那套衣服 那臭味也是撲鼻而來 我心想 關燈最多都是看不到東西 但氣味那麼臭 然後在這裡聞著這麼臭的東西 搞東西 好像在垃圾池那樣搞東西 真的完全頂不住 最後內心掙扎了二十秒 找個藉口回家 雖然對方很傷對方的心 不過真的沒辦法 除非那天我被塞 如果不是 真的一臭到我想吐 經過這件事之後 對方也很笑地找我 然後就調整她的好友 直到最近這兩年 因為抖音有這個大數據推薦 居然又加回她 不過我加她的目的 是想八卦一下她後續怎樣 發現她也是結婚沒多久 可能抽回已經通過手術 我覺得正常人 應該沒有人接受到這個氣味 我腿最臭的時候 都沒有這股臭味 你腿最臭是怎樣 其實你也知道 故事講完 我想問一下各位主持人 如果開訪的當事人是你們 你們會吃得下嗎 可能讓我現在再選擇 依然都不會選擇 去跟她發生關係 不過我當年真的不知道 這種臭壺是可以去醫院醫的 好像要去切除寒線 切得好的話 對她以後後續式男生也有好處 就是這樣 她有問題 她有問題 首先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內容應該去不到高薄放量 我回答完了 為何你這麼抗拒 她回答吃不吃這條女生 應該是說 如果去到開房我會不會吃 我就很簡單跟你說 我可能連開房也不會開 對 即是你就是她 我剛才不是說 會先問她穿甚麼色衣服 即是約出來的話 我會來對面馬路 然後會看她 那我對面馬路聞到 我就會離開了 對面馬路聞到 很強勁 不過對面馬路聞到 我一看到 我一點點索到 我立即華麗轉身 頭也不轉 有多遠就多遠 第一次見面 的士 我開玩笑 我是聞不到的 因為我被塞 我真的被塞 我經常都被塞 即是經常都是那些 很適合你吃 所以你又會吃 麻煩兄弟的私訊 K老師給她抖音 大數據 我很多時候 譬如有榴槤味 有些牛雜味 經過些甚麼 朋友就聞到 我隔很久才聞到 很神奇 但不代表我聞不到 我只是隔了 比較遲鈍 不知是被塞 氣味要等 差不多分幾兩分鐘 才進去讓我聞到 所以 還有我覺得 事主 真的是 精蟲上路 才可以開房 否則 根本不會開 這麼臭 她一直期待 在QQ群裡 看到 又白 又車頭很大 不斷去幻想 那件事很美好 但是來到 看上去騙人 你放心 看到 女兒不行 又臭 但是她心想 不是我遲了那麼久 就是 夾了女兒那麼久 怎樣也要拿回 一些好處走的 所以就可以不斷地 深陷下去 是的 又或者你可以思考 一件事 你最低最低能夠接受到 甚麼 譬如你不可以跟她 控金買的 你可否接受到 她幫你含 你想想可不可以 然後如果你想想 OK的 洗完糧 洗乾淨糧 然後她出來幫你含 你覺得OK的 可能包著乾淨的毛巾 然後幫你含 OK的 你便直接問她 我打算一陣子開房間 你幫我含 好嗎 如果你OK的話 就OK 不OK的話我先走了 反正不會再見 你便直接問她 她說不行 扑街渣男 變態 拜拜 又藉口走 挺好 沒有問題 她三不認識你 誰認識你 街城市 不知道多久才見一次 沒有問題 直接說你最終的需求 沒有問題 反正你最差的情況 就是離開 你已經預算要離開 如果她還可以的話 我覺得你這個人 真的很直接 我們去吧 我覺得這女兒有可能 她可能因為自己有這個味道 很久都沒有吃過兒子 有東西吃一下也好 可能她肯定 對 而且我之前看了一篇稿 都是好像她這樣 我記得她說 看到網友 吃得不好浪費 誰知道 去到她家裡 聊了一整晚 都沒有做到 哎呀 還慘過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做人的事 就是 是的 有時候可能很久沒有開過齋 就不理好 彈球就手 誰知道去到最後 都沒有臨門一腳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又浪費了很多心機 我覺得都是浪費的 其實你一早一開始 就撇脫一點 就像我們說的 一見到頭也不回 就轉身 立即遞引了Vchat 再認識其他女兒 可能更快一點 其實其實 唉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是你覺得可以勉強自己 怎樣到最後 臨門一腳 其實就覺得 我爹爹定不順 很多時候做人都是這樣 嗯 根據這個事主的鋪文 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些情況 臭壺 不是 不是 講臭壺 臭壺也可以說 你可以有的話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情況 挖大這個圈 臭壺 說回臭壺 我以前中學有個同學 就真的 我不知道它是臭壺還是什麼 它是 如果那個貨室 不開風扇 整間貨室都聞到它的味道 但是你知道是誰來的 誰就是 知道的了 我不知道它是臭壺還是 它的心臟味有問題 什麼心臟有問題 是的 因為我有問過 他比較熟悉的朋友 他身上這麼大股氣味 早上沖了一會兒去上學 可以嗎 不行 他心臟有問題 不可以什麼什麼 沖冷水量 不知道 一大輪 心臟有問題 跟他有味是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他本身是有臭壺 又加心 所以混在一起 還是怎樣 但是我想說 就算他有臭壺 他也有女朋友 是啊 那可能那個女生被塞 是啊 所以我都沒有關係 回家裡就是喜歡聞這些味道 是啊 人家問 說起聞味道 我想說一件事 我曾經試過有幾個 有些是女朋友 有些是長期炮友 他們對我身上的味道 是一種情有獨鍾的意思 他表達給我聽 有空鎖一鎖 好過鎖白花油的感覺 很靠 頭暈就鎖一鎖 因為有試過幾個都是這樣 我有上網研究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麼 他們的表達當然不是我講的 什麼白花油 說得比較浪漫 覺得很好聞 覺得很特別 聞慣了 上網看是對於你喜歡的人 有一種聞 有一種安全感 而且女生特別對氣味 是有 你有沒有見過點香薰的 通常是女人 對 香薰蠟燭都是女人 而且氣味很容易勾起人的回憶 可能因為這些各種因素加起來 他會覺得這個人 曾經帶過很多快樂 或者是歡樂的時光 之類 或者這個人是他喜歡的人 他會覺得這種味道 夾在腦海裡 就是一種 他覺得很有安全感的氣味 特別是 有些真的會特地過來吸你腳底的 就是拿你這條底褲 拿回家裡 我媽媽拿回去吸兩條魚鎖 阿Lake 你說笑 真的這麼做 不是真的拿回去吸你幾個月 是我剝一條底褲 我叫你幫我拿它洗 然後我看一看 你為什麼在那邊聞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騙你 但他不是那些 不是很像是色情人 拿著底褲去打飛機 不是那些 但他聞一聞覺得 是這個人 當然我的底褲 不論是那些很髒的 只是有普通的 你想想人身上有汗味 你知道那些味道 一定是汗味 有汗味也只有幾個地方 在底褲 總之有夾著那些位置 特別多汗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頸部的位置 那些位置特別多汗味 就是體味比較 沒有說汗味 體味比較 比較濃郁的位置 特別喜歡聞 就是這樣 還要是不只一個 不只一個 其實你不是用你的人格魅力 或者話術去追求女人 你是體味追求女人 我不能知道 其實你的體味是追求女人 我可以跟你交朋友 我先去廁所 我剛剛高潮了 換一換褲子 你不是出過品牌 K品牌的體味香水 只是你的味道 有得想 你有看過那部電影叫香水嗎 沒有 就是外國的 然後就說 他是利用女人的體味 然後殺了他之後 拿女人的脂肪造成了一支香水 然後這支香水是集合了十個女人的體味 然後就去一揮一揮 查這支香水的人 就會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在他們的眼裡 覺得這支香水很漂亮 我覺得你就是擁有這支香水的人 是天選之人 應該是體味中有些賀爾木 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要講科學一點 賀爾木就是 有些氣味怎樣混雜 我之前看過網上 在外面 有些人 有些論壇說話 或者一些 有些人留言說 很喜歡聞男朋友的味道 特別是多女生留言 還有一些街坊的影片 特地去問這個題目 真的很多女生會說 特別喜歡聞男朋友的味道 男生都有的 但少一點 因為好像是女人喜歡 關於這個臭角 因為你經常聽到男人身上 有另一種香水味 然後發現他出櫃 通常這些橋段都是女人聞到 很少男人聞到 男人不會發現這些 可能女人對於臭角 是比較敏類的 記得分享一下這件事 講回這個 大家應該沒有試過 對嗎 關於你一半 臭腳有試過 臭腳有試過 可能中學時 學生經常穿了一雙鞋 腿就有點臭 這個也有試過 以前經常打球 都有試過 不過好像不是那些 有病長期的 對 只是說到臭 你會出汗 你做了太多運動 或一隻腳經常都會出汗 對 我本來想問 你們有沒有試過 真的可以 你覺得是有機會 吃到的 但你吃不到 我受不了 即是你說 四方有臭糊 所以我不吃 不一定 各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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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問我 又問錯人 因為我沒有嘗試過 有些女人有差點給我吃到 但我因為這些各種原因 而不吃 沒有嗎 譬如很醜 吃不下也行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沒有 因為我比較糟糕 如果很醜 我索性華麗轉身 連吃的部分也去不了 那也可以分享 那一部分是 你是約了出來 才看到她很醜 還是怎樣的情況 我記得小學時 第一次是小學 我可以說是吃女 有一個女同學 叫什麼寶珠 家裏真的賣豬肉 那時候 我還記得她是很肥的 雖然家裏賣豬肉 但不知道為什麼她那麼肥 那時候聖誕節 有送一張聖誕卡給我 你知道那些同學很混蛋 人家送一張聖誕卡給我 他們就起哄說她喜歡我 然後我也覺得有點尷尬 不好意思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寶珠同學 就一直都開始 又那時候開始 他不知道是不是聽到 那些留言 就說 吹我和他在一起 他有索性真真想追我 就經常都喊生奶 我那時候都未懂分 什麼瘋不瘋奶 就覺得有豬肉味的奶 有點臭 大哥你小學了 小學有分 小學那時候 我連奶的概念都未有 小學只是喝維他奶 我當時也蠻喜歡喝 朱古力奶 怎會分那些什麼D E 那時候我記得小學會有些 遊戲小玩具 彈彈波等等 我還記得她送了幾顆彈彈波給我 那不是有些暗時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暗時 K也是小學生 我也是這樣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尷尬 一下子就把彈彈波打到地上 你知道你打得越大力就打得越高 有沒有反彈扯到他的臉上 沒有 因為那時候操場 他一下子上了天不知他去哪 所以他很生氣 他就說 阿榮你搞不見了我的球 我彈彈波 你對我的球負責 那時候怎麼說呢 就覺得有壓力 我所指的壓力是來自其他同學 就是有些笑我們 你不想被人知道 受不了 有些覺得很噁心 我都是類似幫他收拾東西 掉了一顆膠塞 收拾到桌子 不知道為什麼他送了什麼 卡給我搞到這麼多事情 小學不好易 不懂得處理 不懂 當然如果他是美女的話 我可以的 可以給別人傳一下 我也很希望 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不過我是中學的 那些是混蛋的朋友 那些是這樣的 就是中學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有少少知道自己是英俊 在中學演指前是英俊 那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個座位 就是一位挺漂亮的女同學 大波的 那時候真的算是很大波 以中學生來說 大成五聲 應該有D 中學就有D 還會穿一些比較集中的 人家穿運動衣就是普通運動衣 他穿到 我也不知道那件是什麼 好像AV的運動衣 就像這樣 孝輝都亂了 混蛋 然後隔壁坐了一個很醜的 我直接一點 真的很醜 然後有一天 那個漂亮的女同學 跟我說 我很醜的那個跟我的朋友 跟我說他喜歡來 然後隔壁那些全部都是男同學 然後在笑咬 然後在笑來笑去 我覺得很瘀 但那些 我平時跟其他女同學 其他人也不笑我 他不笑我 第一張有醜醜的那個 出來把笑 然後像 quoi 他覺得很帥氣 跟我說你沒那麼帥氣 打班制 射球 入球三分球 入球完場後 他不是跟我說射球三分球多好 他跟我說你下次不要射得那麼帥氣 誰在上面看著你 因為他又喜歡你 很煩 不過我回想起很搞笑 中學的朋友是這樣的 大家在那邊串一串 挺有趣的 但當時有一絲就覺得 不要再說 我不想再想起這個人 他們說就想起 搞得好像要跟他在一起 現在說回來你又想起他 現在無所謂 不在乎他 阿里加拉有沒有類似這些經歷 我也是類似這些 當時大學做大義時 不是要帶學弟妹嗎 可能我當時認識朋友 可能比較熱心 可能有些學妹會說 有些對你有好感的意思 但有個學妹又說 傳話對我很... 阿里加學長很好人 那些 阿里加是很好人 但他又不是特別漂亮的 有點肥肥的 我不是特別喜歡 但你這麼好人 你肥肥的也不喜歡嗎 好人不代表要硬吃 對 好人也好 壓力好 好人又好報 好到某個程度就停了 對 我覺得有點尷尬 對 所以都沒有怎樣 後來就沒有幫他了 少一點 他有時候會跟朋友約出來 我都說沒有空 但你是剛好分配到幫他 還是你個個都有幫 還是怎樣 個個都有幫 對 對 那時候你都不管是誰 對 幫學弟妹又沒有想 漂亮不漂亮才幫 對 那時候做了些什麼 學生會都是無償的 對 但是 個個都有幫電壓傳 傳他 就是因為風月來風 事必有恩 對 就是因為他自己有唱 他自己有說話 他也覺得 他也有些意思 我想他也覺得是 對 對 沒有什麼精彩都是這樣 對 各位聽眾有沒有什麼類似的經歷 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位事主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幫到他 他最後都是分享一下 以及我們都回答你 遇到這些事的話 要怎樣選擇 要麼你就塞著鼻子 要麼就回家 哈哈 哈哈 不過你應該破柱 買六年前 才不會說回以前的事情 對 還是你最終又買了鼻塞 你就可以再跟我們分 現在運回去 可能可以 我覺得買了鼻塞 有可能可以 不是開玩笑 但他好像說他的樣子都不行 算了 那就沒事了 人一輩子物一輩子都試一試 如果真的只是氣味的問題 那就是塞著鼻子 應該可以的 不要緊 反正 如果他很漂亮 又有奶 又有奶 你打到酒店前桌 問一下他有沒有香薰 一定有的 酒店前桌 對 又或者 看看怎樣幫他沖乾淨一點 對 在廁所一邊洗澡一邊含 沖乾淨 沖乾淨 沖乾淨沒有味道吧 沖乾淨也有味道 這麼瘋 還是一邊蘸香薰蠟燭 一邊散發 可不可以抵消 應該不行 那些香薰味 會跟臭味混在一起 那些更加難定 又香又臭 那你一邊幫他擦布局魚 可能一邊擦到老泥 對 先擦乾淨 擦乾淨沒有泥才確定 那就再去嘗試 應該可以的 我覺得洗澡應該沒有味道 應該是所有人 最香的時刻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應該就是這樣 如果洗澡都不行 那就應該沒有了 不要緊的 沒有辦法 要說一說 這些有湊湖的投稿 也有第二篇 應該之後都會陸續有例 不知為何 那些人好像 看到某些投稿 就會有敢而發就會再投 這樣 一移作再移三 好像之前一旗很流行 枝奶 一堆枝奶 現在是湊湖 現在給一個方法 一邊沖一邊做 給大家一個方法 放在水裡做會不會可以的 游泳池 對 上去中宵 要去一些大江的泳池 要不然整江都臭了 對 獨池 公共泳池 公共泳池做愛 會不會 會不會 那些聲音 做什麼 你們兩個 要去公安 找公安報警 我覺得私人泳池會比較好 可能是 某些酒店會有自己室內的泳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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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溫泉酒店 有室內 溫泉 一邊沖一邊浸泡沸 對 應該可以了吧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洗澡 那就可以吧 不過我們研究這麼久 這個做什麼 我們又未遇到這種 還是我們未遇到 對 差不多今集來到這裡 喜歡聽的記得給個like 我們和youtube 記得訂閱我們 按鈴鐺 在上面馬上通知你 Hipo Podcast 和Spotify 記得給個五星好朋友 B站記得見三面 和關注我們 謝謝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